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晨晨 现在咱们这个马上要过年了 咱们在往年大年初一的时候 对我这个晚辈去给长辈磕头的这个 这么一个习俗 但现在还有没有呢 今天跟着晨晨去村里来看一下吧 大家在外的哈 几十二十岁了 那十六了 十六了 十六了呀 十八了 十八了哈 七点七点 下几个小孩呀 几个小孩呀 好 咱这边那个师傅 一个就是他说可吐哈 火箭不是属于可吐 你们三年初一 现在可吐的还多吧 不大多了 不大多了 还是打几个本什么可 你近日有 我原来还不行 原来原去去不去哪个 你就很近哪 那你打几个本能可 这要打一把这边看 哪有 你觉得这个可吐现在少了哈 就是说一线呢 就流传下来的一种 一种技术吧 你觉得这个东西它这个技术 慢慢的消失了 它是被 它是说是早烤被跑弃了 那还说那种 温化串通被丢失了 消失是不可能的 你看 这有 也得有 慢慢的 但是学生能一边保留吧 保留 保留的 没远子保留 小孩没经历 老年那一半就保留 是吧 你放不得我 不能一下子消失 可能的 所以慢慢的来的 慢慢的来 现在基本上半年的学生都没了 昨天天这个小孩儿 刚才来地儿人不败了吧 你不可以吧 别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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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少吧 你少点 不得了 但是一般的这点起来 早上这点起来才可以 屋里面怎么呢 你说这样 扣到几点 你妈的卡到时间了 时间 好 哪个小 谢谢大爷 通过刚刚跟大爷这么一聊啊 大爷说这个 大爷出去去磕头 这个喜欢还是有的 但是慢慢的就会消失掉了 越来越少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